我们的那个年龄有差距 好 我是一 今年 一 二 一 二 一 六个 这是一个大家庭 好看 这展开了好看 你怎么能相信她呢 真信圣伟的话 他答了几个点 我不信 太插心了 越战越勇好搭档 精彩分成其两项 适合球宝出区关 后来杨帆站台上 各路英袍多大奖 街球打皮开宝档 欢乐对抗赢大奖 越战越勇好搭档 亲爱的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 欢迎大家来到 越战越勇 本节目由王老吉特别呈现 王老吉润喉糖 清凉润喉 清新口气 这里是知识的补给站 这里也是能量的加油站 这里更是考验搭档默契的舞台 全新的一期节目开始了 今天在我们的现场 又迎来了两支方阵 首先欢迎我们的首宝团 欢迎 嗨 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两支首宝团 都是力量非常雄厚的 大家看这边 先别看这边了 还是先看这边吧 我各有力量 我刚说完这个力量雄厚 一看盛伪 我有点心虚 还是先欢迎这边 我们的老朋友宋雪莹 还有许慧强 大家好 许慧强呢 是开心麻花优秀的一位演员 雪莹是我们的主持人 所以今天二位呢 是全新的一个组合 那二位 你们俩组到一起 有什么样的口号吗 来吧 来吧 展示一下 慧强雪莹来答题 接球拿分 没问题啊 没问题 快要怎么害我快要 快 那洛欣我们属于是老搭档 对 洛欣和盛伟呢 上次在节目里 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成器 但是呢 这一次呢 经过我的反复的辅导 左嘱咐又嘱咐 就是不会说的 你别说 你什么丁 上回也没想对 今天我们再一次欢迎 我们这对老搭档 洛欣和盛伟 好 好 二位呢 除了有今天登场的口号之外 还有一个每次亮相的造型 口号你不会忘了吧 你没忘吧 我没忘 我怎么可能忘呢 但你 忘了也可以现编一个 好好好 可以啊 洛欣盛伟来首宝 奖品一个都跑不了 好没有气 怎么回事呢 下回再完全就垮掉了 下次演练一下 演练一下 我觉得俩这个CP特别好 盛伟 洛欣 然后就是伟欣组合 伟欣 我看我有点伟欣 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 我们三组搭档组成的挑战团 欢迎你们 一会儿我们将会登台 一一和他们见面 不过此刻现在需要 你们喊出一个相较于 用得比刚才手宝仓 更有气势的口号就可以 准备好了吗 smoothly 3 2 1 我咒寐问一下前半句说的是中文吗 慎未这是不是都入给传染了 再来一遍好吗 Mansion晚 好 大力游戏 火力棒 好 欢迎 接下来抓紧时间 进入到我们的开奖时刻 来 请准备 3 2 1 开始 这就 可以弹出来了 你看这个道具精美 但是不是特别容易接球 我这不行弹 可以 我觉得这个好好接 那个网就来回出来 动一动 怎么都砸得好 没上了 盛维你那包会有接几个球 没有了 没了 这么快吗 你这咖啡杯 怎么办 怎么样 周伟 战绩如何你的 这杯子挺好看 这杯子弹性真好 就接一个球 真好 来 我们看看雪莹这边接几个 2 3 8 还有一个红色的 看来还是这鱼王好用 17 你进到里边给他拿出来 你这显多有包袱 帆哥手有点高不了 手有点高不了 那么短拿不出来 那我们倒一下吧 盛维 你现在有点像崩爆米花的 24 24 24 然后因为有红色球在里面 我们乘二 48 所以最终你们可以带走 48份礼物 谢谢我们的手抱团 接下来正式开始我们今晚的挑战 让我们掌声有请 今天的第一组搭档 闪亮登场 让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弗拉夫 来自俄罗斯 这是我的老婆 我叫瑞拉 来自澳大利亚 我要解释一下 瑞拉是韩语的澳大利亚人 对的 然后弗拉夫是俄罗斯人 对 是俄语交流 还是用英语来交流 因为我老婆挺聪明的 她会说韩语 中文 英语 还有日语 这个语言 而我呢 只会说我的母语俄语和中文 共同的语言只有中文 所以咱们就能用中文交流了 中文 太太没写点俄语吗 正在学习 二位是在哪认识的 咱们在北京认识的 当时我17岁嘛 高中一毕业我就来到北京 上那个北京院大学 然后我那个朋友 特别喜欢瑞拉 说你看那美女这么漂亮 然后我就一直支持她 我跟她说那你去认识吗 大概过了一个学期 她一直没有去认识她 就没有那用心应该是 后来怎么瑞拉变成你媳妇了 到了第二学期 她爸说回国要做生意 然后她就回国了 继承家业的 对对对 然后不是机会来了吗 正好到下一个学期 我们就安排到同一个班 就是真同学了 那时候我就看瑞拉 还除了漂亮 因为还很聪明 到晚上11点 坐在咖啡厅里学习 所以我觉得 这女孩子还值得去追的 对 她的第一个影响嘛 这个就是我们在学校 第一天她在黑板画画 中国和俄罗斯的地图 那个时候这个样子 这里有这么多肌肉 今天低调了 没露出来 对 然后她说 我来中国好好学习 然后我在中国发展 17岁 已经有这样的想法 特别聪明 然后我们班的同学都很喜欢她 所以她出印象也是蛮好的 对 但是呢 因为我来中国的目的就是 学习汉语 不是来找对象的 对 所以说 而且学习汉语 我也不能跟一个俄罗斯人去 要找也得找一个中国男朋友 是的 然后呢 我们的那个年龄 其实有点有差距 你们俩是姐弟恋 是的 姐弟恋为什么你会觉得很纠结呢 是因为年龄差的多吗 是的 能看出来吗 朋友也没有差特别的 因为你太显老了 因为你太显老了 谢谢你 这个差个 五岁 有人说 你们不是姐弟恋 你们是妈妈和儿子 二十多 谁来公布一下答案呢 说的有点 我们都不敢问了 我的老公是95年 今年29岁 我是70年 今年54岁 25岁 他也很胖张 完全看不出来啊 生伟像70年 生伟像70年 谁 生伟八四的是吧 成熟稳重 成熟稳重 那你的太太 也太年轻了 真的看起来不像 但弗拉夫你知道吗 这个女生 比你大二十多岁了 我刚开始不知道 在西方国家 或者是国外 如果问羞辱 或者是你的年龄 就是我们只有 八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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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当时自己心里面大概猜呢 我猜的可能比我大概九岁左右 大九岁 还猜出个单数呢 什么时候知道 就后面过一段时间 也不清楚多久 但反正后面就知道了 当时确实有点真硬 就觉得 差这么多 但是因为可能有了这段时间的感情嘛 瑞拉也教会了我很多 我跟着她学了很多东西 你想比如刚开始她 一下课到十一点在咖啡厅学习 你知道吗 对我来说 下课了我不会再学了 我就去健身房去干嘛的 然后我就跟着她 跟她一起做一小时 后面两小时三小时 结果呢 我们毕业的时候 我还当了那个咱们毕业生中第一名 她是第三名 还跳跃了她 好容易 所以就找一个好女朋友最有意义的地方 对 改变你很多 2019年的时候 要在我们中国正式的登基结婚了 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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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还办了一场特别有意义的中式婚礼 很好看这个 为什么要办这个中式婚礼呢 因为我们在中国认识的嘛 咱们爱情就在中国开始的 所以我们就是决定 还是在杭州这边去办婚礼 非常难忘 对不起 你们双方的家人有来吗 有的 她们特别开心 她们配合得很好 尤其是玩游戏的那环节 藏鞋藏的吗 有藏了 藏鞋 我找了很久 结果那鞋子你知道在哪吗 在哪了 外娘的那个裙子下面 那知道也没法找啊 对啊 那个吃苹果有吗 吃苹果好像没有 有一个框 有保鲜膜的 然后用脸去 对 这个玩过了 你看你说说到玩上面 洛西是非常专业的 因为我当过四四伴娘了 鞋你都往哪藏呢 藏那个天花板上 其实你们在中国生活 应该会更长一点的时间 我的话13年 然后我就还12年 这12年你有什么体会 我觉得方便这两个字 可以概括中国的生活 点外卖啊 是吧 手机上点 速度也一下就来了 在高铁都可以点外卖 你知道吗 直接送到你的座位上 对对对 尤其是快递 在俄罗斯你知道吗 要快递也等多久呢 他们有时候等一个月 才能到 那叫慢地 慢地了 对 你说的对 铺垃方便很安全 去年我车子被转了 我就拿出来那个 叫什么来着 金石牌是吧 三脚架 我还没放呢 警察大哥就过来 警察怎么说 我就猜到你会在这儿出现 不是 我问他 我说你怎么这么快啊 他说 他们一看监控 马上过来了 十分钟不到 就反正他拍完照 让我们停 添了个什么单子 好 你们走吧 妈呀 这就是中国速度 这么快 这是中国速度的一个体现 对 而且还有一点 其实跟国外对比起来 比较方便 就是中国这个电子支付 对 真的 但是你去国外 你会发现 其实好多地方还是 一大度硬币 现在一出国拿个钱包 我还觉得挺新鲜的 好久没摸过钱了 是 那你家人 比如你们双方的父母 来到中国 他们有什么样的体会吗 我妈妈特别喜欢中国 是她让我去学中文的 我有一次带妈妈去看过生起 她当时还站着 开始好像训那个 叫什么来着 许愿 她说她不是许愿 她其实就是感谢中国 我的儿子能在中国生活 她特别的开心 好 听到你这讲 我还觉得蛮感动的 看到我们很多外国朋友 在中国 其实都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而且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未来 应该还会选择留在中国的 对吗 那肯定 我就已经决定了 我肯定要留在这里 然后现在一个计划 我觉得是游边全中国 这也是我现在正在即兴的事情 正在即兴的事情 游边中国 是现在正在即兴的 进行的事情 怪我翻译不是特别好 听懂了 听懂了 对 我现在还没去过的地方 我想一下 甘肃 湖南 西藏 台湾 其他的那儿都去过 太太陪着吗 嗯 因为比较累 所以不配我 你自己去啊 对 她一个人 因为现在她今年29岁的吧 她的梦想就是到30岁之前 完成旅边中国 然后中国一年就发几百张 我还必须看 我还必须看 所以特别难拿 但是我一直努力 我希望有一天我能拿到中国旅卡 发挥你和太太当年在咖啡厅学到11点这样的一个特苦的精神 必须的 早日实现拿旅卡的梦想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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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是小夫妻嘛 对不对 到咱们的节目不得拿点那个家庭生活的必备 好 看你们可以带走多少 好吗 好 好 那在挑战之前按照我们的规则 要在我们的首宝团当中 选一对搭档跟你们PK 罗欣和圣伟 然后我觉得肯定有些他们 这中文他先给你翻译一下啊 圣伟是他的名字 圣伟蒙蹄蒙蹄蒙蹄 我们这智体兼备啥题都会 准害啊 那挺好的来啊 中间的那四个字打上那是真话 圣伟虎 才虎的 来吧 那就有请圣伟和洛欣 走 证明自己 加油 加油 欢迎你们来到第一关 一触即发 小宝 请听第一题 弗拉夫 你的俄文全名叫什么 可可洛欣和洛欣伟 请首宝团复述一遍 听着挺咬蛇的 请听题 以下著名的各国景点当中 哪一个的高度 会根据天气变化而发生变化 谁不能 不能 赶紧怎么不抢呢 比萨鞋塔 埃菲尔铁塔 金字塔 大本钟 雷锋塔 我觉得是雷锋塔 我去过其他的地儿我都没见过 你发现每次去雷锋塔高度不一样 时而一米五 时而五米一 有没有可能是你咋个人 每次都一样 你有没有怀疑是你每次去穿的鞋不太一样 有可能 雷锋塔材料是用啥做的 是不是木质的 木质容易随着气温变化而变化 刚刚 就是木头会有热胀冷缩 对 你的意思吗 哎鞋也有啊 哎呀 老婆听你的 来一下二号吧 好听老婆听老婆听老婆 先艾菲尔铁塔 请准备 三 二 一 他身手好脚尖啊 刮样子你才有那种感觉 别过分的夸对方呢 你老捧他干啥 剩围本来今天就没有信心 我等会给你加油 哎 秋宝 跟我们做一下解释 建成艾菲尔铁塔的金属材料 在温度变化下 会发生热胀冷缩 导致高度会有变化 祝贺二位 接到一个答案球 我们加上一分 你太厉害了 爱你老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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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听下一题 请听题 在古希腊还没有出现货币的时期 人们一般用以下哪个选项来代替 哎 哎 哎 哦 yes 贝壳 鹅卵石 牛 黄金 鸡蛋 这题很简单 你来告诉大家 你不会不知道吧 不是 你作为一个游戏主播那个有没有玩过古希腊的游戏 贝壳 贝壳 这不需要玩古希腊的游戏也能知道 盛飞 别盯嘴 刚才说了听老婆话 哎我可不是啊我可不是啊 古时候一屋一屋就是拿贝壳换的 那我们的题目可是古希腊呦 哦是古希腊呀 可是你再想想 我怎么记得是鹅卵石呢 鹅卵石遍地都是 那不是随便捡吗 就因为它遍地都是它才最有可能 那它怎么拿来当货币单位啊 切我过来捡 你俩真是以卵即食啊 货龙凤厨 来请准备 三 二 一 看吧 没了 看是准备看 你为什么想先 他呢 他答不上题 国外朋友都知道 我想让他知道 下一次就要信我的 来吧 由于首宝团没有选对答案 现在帮你们排除掉二号这个错误答案了 一三四五 你们可以再选一个 哪个老婆 一号 一号 要听老婆的 选贝壳 请准备 三 二 一 牛 牛啊 刚刚我俩还在说呢 给他感觉有点像牛 你拉倒吧 你俩什么时候说过牛 人类货币史上记载 因为牛羊是古希腊最宝贵 最容易转让的财产 同时异于转移 因此发挥了货币的一些功能 拿牛当货币 那吃一口得多心疼啊 这一口下去多少钱啊 但是贝壳这个说法 确实我们都听说过 前提条件应该是远离海洋 杨帆 你说得对 古希腊贝壳太多了 哪里玩人来发货币的话 都是福 行 那由于双方都没有选对正确答案 所以不加分 来 请听下一题 请听题 这是一道音频题 请听音频 怎么感觉两组人向来蹦逼了 加上节奏了呢 我们能捕换吗 请问 刚刚听到的波波鸡 是哪个地区的特色美食 这就慢了 慢 波波鸡是我们四川 罗瑟琳 3 2 1 太生气了 下回你让我接 行行行 我单手我就接他 你看这尴尬吧 我等于把正确答案告诉人家 没关系 我展示了我家乡的美食 敢不敢让你太太接一次 你接吗 接吧 我给你们争取到一个 有悬念的打提机会 老婆加油 加油 请准备 3 2 1 差一点点 没事 没事 不计是为了让太太知道自己的老公有多厉害 杨帆 你在家里嘴咬这么甜的话能少挨多少揍 这么都是挨揍之后练出来的嘴甜 哈哈哈哈 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波波鸡 波波鸡 波波鸡是源自四叉乐山的传统特色小吃 是属于川菜系 已有上百年的历史 由于刚才我们稍稍使了一些伎俩 所以呢 这一轮双方还不加分 请听下一题 请听题 随着新能源的兴起 科学家研制出了一种生物电池 可在五个月内完全分解 请问是用以下哪类生物制作的 哎 那么快啊 太快了 就好像你们会是 它得分解 你得想办法让它分解 珊瑚肯定分解不了 蘑菇的金针菇 这些也都分解不了 你还分解了 对不对 太对了 太会分析了 肯定就是虾蟹和仙人掌 仙人掌应该 仙人掌应该 应该不是吧 对 仙人掌 甭说别的了 就剩为你单手揭一个 虾蟹准了 我也不知道是虾蟹还是你瞎猜 来吧 单手看你怎么揭 3 2 1 5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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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耍什么实在啊 太帅了 真就单手揭呀 哎呀 我就那么一说 我现在有点实在了 来吧 弗拉夫 你能不能也用一个 刚才是我差点 真的 你试试 不要听 还是听老婆的 请准备 3 2 1 哎呦 他怎么揭得这么轻松啊 好 再加一分 科学家从螃蟹和虾壳中 提取了生物材料 来制成凝胶电解质 可储存来自大规模风能和太阳能的电 再买吃能源 你那个电池是一堆小龙虾 在后备箱里 现在我们的挑战一方是以2比0领先 首宝团能不能实现0的突破 现在是当务之急 来 请听第5题 请听题 这是一道图片题 请看图片 唐三彩是指表面是有黄绿白或黄绿蓝 三色又彩的淘气 请问唐三彩盛行于中国哪个朝代 抢了 抢达了 抢达了 机会都不给人家 可答不对 那我先问一下佛拉夫 听说过唐三彩吗 没 你录到啥了呀 不是 唐吗 肯定这个 盛行于哪个朝代 比如说盛伟 他的一些喜剧作品 可能在今后100年之后才火 那还有什么用呢 我听不懂 我就听唐三彩就唐就对了 好 3 2 1 他这么一切都没有 恭喜你 门队了 经受住我的考验 唐三彩的生产历史 可以追溯到 距今1400余年前的南北朝时期 在唐代达到了鼎盛时期 顾背后世称为唐三彩 哦 早就有了 加上之后是3分 祝贺你们 首宝团 0 祝贺夫妻俩第一关闯关成功 欢迎你们来到第二关 巅峰对决 由于在第一关当中 夫妻俩呢接到三个答案球 累计3分 所以现在你们的出发点 是从第三格开始 来 倒计时开始 请问 如果和龙虾玩石头剪刀布 出什么一定能赢 石头 正确 请问 分贝是我们用来计量哪种东西强度的单位 分贝 它是一个单位 计量啥呀 分贝贝 我不知道啊 声音 来 答题交给我们的首宝团 请问 能够促进人体对钙的吸收的是哪种维生素 维 维 维生素 爹 正确 请问 在垃圾分类中 蓝色垃圾桶代表的是什么垃圾 干垃圾 错误 请问 美味的培根 是使用哪种动物的肉制成的 猪 肉 请问 穿燕尾服的绅士 是哪种生活在南极的动物的说号 穿燕尾服 燕尾服知道吗 就那个像西装一样那个长长的 啊 听听你说什么 谢谢你的反应 请问 日后惹出祸来 不把为师说出来就行了 是西游记中 谁对苏武空说的话 我觉得可以往后推了 我不太明白 我也不明白 太难了 苏蹄老鼠 对 苏蹄老鼠 请问 红玫瑰与白玫瑰 是哪位女作家的代表作 张爱玲还是一出啊 我哪知道了 你快说 张爱玲 正确 成语招三目四的典故 以哪种动物有关 猴子 正确 请问 椒盐 是指把盐和哪种调料混合 胡椒 作为 花椒 花椒 请问 人体中最坚硬的器官 是什么器官 嘴 嘴 嘴 很默契啊 给我一个答案 鸭齿吧 上去 上去 请问 我们常说的公耳投机 对于身体脑的部位 阿姨 这么简单 可惜时间到了 他们好吃亏啊 对 他要转一下 对 翻译成比如说俄语啊 俄语啊 俄语语啊是什么意思 对吧 尤其慧的那个四门语言 这个小 我先翻译成哪门语言 对 有点难度 虽然有这么多的难度 虽然有我们手保团的极力的反抗 但是最终180秒钟截止的时候 他们依然得到了四份礼物 很不错呀 很猛了很猛了很猛了 他的这个笑算不算嘲笑 嘲讽 开心开心的笑 是不是觉得自己 很庆幸做了这样正确的选择 选了他们来做对手 别笑了 太不有情面了 太丢人了 我确实开心 别跑不住 我们来看看啊 这个开心的背后 你们可以带走的是哪四份礼物 一起来为你们一一揭晓 首先要祝贺你们获得的奖品是 佳佳怡洗衣液 佳佳怡顽固污渍没问题 本节没有顽固污渍没问题 你的家家仪洗衣液 特别赞助播出 还有加湿器 吹风机和除买仪 一共四份礼物 祝贺你们 谢谢 谢谢 好吧 那我们这拿着礼物 到台下先暂时休息 好 谢谢 谢谢 再见 欢迎回来 这里是越战越勇 接下来 让我们有请本场的 第二组大大 闪亮登场 来 欢迎 好可爱 这是大个本 排队 1 2 1 好可爱 好可爱 1 2 3 4 5 6 6个 这是一个大家庭 咱这一家人先从谁开始介绍呢 爸爸妈妈先来做个代表 大家好 我是六个孩子的妈妈 我叫马细雨 我来自辽宁爱山 大家好 我是六个孩子的爸爸 我叫艳荣克海 也是来自辽宁爱山 这孩子们能自我介绍吗 可以 哥哥姐姐先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米可 我六岁了 我六岁了 大家好 我去米街 我今年六岁了 我是老二 他俩还手牵手呢 好可爱 接下来 老三老四自我介绍一下 给我几团了 你叫米勒 你跟大家打个招呼说 大家好 大家好 你叫米勒对吗 你几岁 六岁 六岁 六岁不是吧 是四岁 四岁 对 你记得是你哥哥的词 我说词了 来米勒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米勒几岁 我猜你是四岁 你猜对了 来老五老六自我介绍一下 老五老六多大 这个是老五 今年一岁 他叫米来 米来 这个是老六 叫米状 今年也是一岁 二位结婚几年呢 我们结婚六年了 抱六个 特别介绍一下 不是一年生日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孩子两两长的都 一样 解释起来 这对小夫妻六年时间 每两年啊 生一回 一次生俩 前两对呢 都是龙凤胎 第三轮生的时候 双胞胎 据说生双胞胎 是要有双胞胎基因的 对 你们两家谁有双胞胎基因 我们俩都有 我老公的唐姐是双胞胎 然后我们家我奶奶 生了我大爷 和我二大爷是双胞胎 难怪三胎都是 那即使是家里边都有 这样双胞胎的基因 但你们在生之前 心里有预期吗 我这一胎肯定是双胞胎 没有 我们回头一胎的时候 检查是双胞胎的时候 都老激动了 然后老大老二出生以后 还是龙凤胎 一下子女双全了 就全家人都非常的开心 然后等怀老三老四的时候 我就有一种 菜盲嘴的感觉 我就在想 哎呀这四个孩子 是啥个皮夹克 还是啥个小面 结果老三老四 还是龙凤胎 然后身边朋友就开玩笑说 你要不再试试 再试试再生一胎 看看还是不是双胞胎 结果五六来了 还是双胞胎 医师太听劝了 我觉得孩子做挺好的 就像我吧 就是小的时候 就是没有兄弟姐妹 然后我就特别羡慕 人家有兄弟姐妹的 他们也算迷你了 我那个童年的遗憾吧 哦 你看人家觉悟 但你不得关心关心吗 家里这么多孩子 那不得换个房子 多大面积的房子 就是啊 能住的家这么多孩子 你们家是150 还是200平 还是什么 没有那么大 我们家 我们家原来是一米八的床 然后老三老四出生了以后 就变成了两米乘三米三的炕 然后等老五老六出生的时候 晚上睡觉之前和早晨起床之后 我都会挨个数一遍 三趴丢一个 有分配吗 平时就比如说 爸爸一般主攻哪几位 妈妈主攻哪几位 爸爸一般不在家 早晨上班 然后晚上下班也比较晚 一般就是我一个人带他们六个 哭 哇 你看我们所有人那个 哥 你是属狗的还是属小青蛙吗 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懒惰性带娃 平时在家的时候 我们家俩大的 就会帮忙带着这俩小的 大的 负责带小的是吗 一岁 来 哥哥 你负责把你弟弟照顾一下 好不好 这个有威严 找妈妈了 干嘛 你要再不老是 我让妈拿那个条素嘎的 打你屁股 是他们自己主动想要照顾还是你们布置的任务呢 就是平时有的时候在家他们在写作业的时候我会说你们谁先写完作业了我就奖励你们去照顾小五小六 然后比如说出卖粉的时候大丫头干了大儿就会特别不开心他就会说妈妈你偏心 就是我们家的偏心是因为不让他照顾孩子而不是没得到妈妈的爱 然后就会让他去帮着换身家裤 然后他就高兴了 照顾孩子是奖励 学会了 这家里都六个孩子了 老公平睡不回来帮帮忙吗 平时做什么工作那么辛苦 家里养点多个牛 而这个东西吧 有时候走不开 自己家里养的牛 养了多少 牛得一百多点 一百多头牛 你没有一百多个牛那等值货币 你敢生六个呀 对 大户人家呀 你会不会平时生活当中有一些难忘的幸福时刻 有啊 那指定有 晚上回家的时候 孩子们都没睡觉 正跟他吃好吃的时候 老大带着老二喂我 反正老三看着老大老二喂我 他们俩也会喂我 那种感觉确实不一样 基本不用吃正餐了 对 喂两口就饱了 哈哈哈哈 嗨 哥哥你好 你说啥 你是牙筋吗 玩去吧 扮牙筋 抱抱 再往前面有点危险了 你们几个来躲着排队 快点起来 小米乐小米朵 旁边我站好 立正点站好 学习一样 不许动了啊 从现在开始 你们几个看姥姥 妈妈在说话期间不许乱动 小米乐记住我现在说话炸了 刚才拉着狗了啊 你看人家妈妈这威严 还真挺话 虽然我们是哥哥啊 但别忘了我们也是宝宝 才六岁了 人家也很好奇看着球宝呢 对不对 你看球宝脑袋顶的是什么 顶个香蕉是吧 那是牙子 那是牙子 这牙子一听就是从东东来 行了灰光看球宝了 再看看盛伟吧 你看看另一只牙子 另一只牙子在哪里 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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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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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多 对于我们来讲可能是一种考验 有时候会有些烦恼 但更多的是那种骄傲和幸福 对 所以刚才我看着这把消息了 我就 我好久没抱过这么小的朋友 可以试试 可以试试吗 可以试试 你是那个吧 那个乖一点 你是这个吧 这个好 这个挺好 我就要挑战那个情绪不稳定 对吧 就是有的时候吧 突然看到这么小软糯糯的宝贝 你会有那种再想要老二的感觉 真挺享受 那意思是你还我弟弟 坏叔叔还我弟弟 接下来 孩儿 他爸他妈 来选择一下你们的对手 你看是选手抱团哪一组 郑伟老师吧 郑伟 团上个招你喜欢 这是那么想拿走奖品吧 家里孩子多啊 没办法啊 得多拿点走 我让盛伟歇一会儿吧 我觉得他那CPU第一题 都已经稍差不多了 我觉得建议是雪莹和慧强 可以吗 可以 加油 加油 那接下来也欢迎你们进入第一关 一触即发 接下来有请邱宝出第一题 请听题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指纹 大自然的动物 也都有各自确定身份的标识 那么请问 科学家是通过鲸鱼的拿脸 来辨别他们的身份吗 好 我们手保团 先抢到答题机会 我发现一个细节 人家都没伸手 为什么 为什么呀 这个题当中有什么陷阱吗 看不起咱俩的 对啊 那怎么回事 那肯定答错 那咱赶紧蒙一个吧快 我觉得这个 噴气孔排除 都有尾巴 都有奇 那什么没有呢 都有眼睛 那就是 虚啊 它万一这根掉了 那下一根也掉了 如果脸上没有的话 那就分辨不出来身份了呀 但是我们的指纹永远在手上 这还不会 我带着孩子都给你们解读了 啥呀 你会啥呀 啥呀 你说呀 他眼睛啊 为什么呢 你看一些特工电影里边 那个保险柜打不开 一动就开了 红膜识别嘛 哎呀 红膜 眼睛 红膜 哎 你怎么能相信他呢 真心胜伟的话呀 不要他答了几个题 我 我 我不信你 太擦心了吧 盛伟 你现在坐在那很像人家的老七 我也打滚了 咱就想来个吧 你先随便站一个式 骑 骑是正确答案吗 三 二 一 接下来答题的机会交给你们 我们选眼睛 对 谢谢爸爸妈妈 这是认亲的一个环节是吧 你们家老七是不是叫米其林 写眼睛了 那我们就来看看眼睛是不是正确答案 三 二 一 二 尾巴 尾巴 完了 确定了 确定了 老七是真傻 有图有真相 每条鲸鱼的尾巴都是独一无二的 它们的尾巴天生就有不同的颜色和形状 以此可以辨别身份 学到了 好 不加分 请听下一题 请听题 导航仪的发明 对当街航空 航海 汽车交通 有着重要的作用 请问 导航仪是根据哪种动物 天生的能力得到启发的 想到了 这里边怎么没有我想的那个答案 你想的是什么 蝙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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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是双胞胎吧 咱俩 怎么办 可以是鸽子 因为古代我们都用飞鸽传出 肯定是大雁啊 那是大雁南征 大雁南飞 老马还食徒呢 鸽子还好吃呢 咱俩选鸽子吧 行 反正相信自己的第一直觉 我们选鸽子 我吃了 你接鸽子去吧 鸽子是四 上马不选的四吗 五道题还没有一个四了 行 我们看看是不是鸽子 三 二 一 二位啊 答案都排除好了 然后自己选就行了啊 大雁和蚂蚁 你说是哪个 绝对是大雁 蚂蚁 真的 盛伟哥 信谁也不能信你 大雁 就选大雁吧 行 我们来看看大雁是不是正确答案 三 二 一 哎哟 哎哟 欠复啊 我要开始马后炮了 你看我郭爸大雁了 来 盛伟讲讲句话盛伟 为什么是大雁 盛伟不需要解释大雁 盛伟你解释一下 蚂蚁你是啥相 蚂蚁他自己一个人 他出去吃完东西之后 他得先回到自己老窝 告诉大伙 哎呀外边有一个好处的 哎呀剩下来啊 要不然你抱会儿孩子吧 你不用参与这个 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 你别说了 因为你别说了 我跟你讲 大雁属于候鸟 有极好的导航本领 他们可以利用对磁场 太阳重力的感知 去分析自然界的不同区域 从而辨认方向 和锁定迁徙路线 那我们要为刚才夫妻俩 加上一分 好 一比零 来 请听下一题 请听题 生长痛是指儿童 在三到十二岁之间 因为快速生长 而引发的一种疼痛 这种疼痛 一般不会发生在哪个部位 小腿 腹部 头部 膝关节和脚踝 哪一个是不会出现在 生长痛的 头部 确定吗 确定 那我们看看头部 是不是正确答案 请准备 三 二 一 哎呦 一般不会出现头疼的症状 导致生长痛的原因 可能与缺钙 睡眠质量差 活动量大等生理性因素相关 我们为夫妻俩再加一分 好 恭喜 行了 还是两道题 咱们打个平手得了 我们前面都是热身了吗 没错 没错 请听下一题 请听题 当你身处低温环境中 哪个器官最能感受到寒冷 来吧 对 我不知道 告诉他们 大声跟他们说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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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商量 来你们俩一口同声 编曲 好 我们一口同声试一下 我们有没有默契 鼻子 我们真有默契 就鼻子了 你俩拍的好像跟答对了小ting 真的 真的是鼻子吗 不是鼻子就是耳朵 因为小时候不有动掉个耳朵 这时候吗 就学耳朵 那你们俩那一口同声 是不是白童笙了 因为我俩上一把 一口童笙说的是蝙蝠 所以这次就 刨出一口童笙的答案 一口童笙 就为了排除错误 对 那么再来一遍 我们选什么呢 二童 而且还是四 第几道题了 第四道题了 它能一个四都没有吗 先看看再说 你这么有自信 我特别有自信 来 我就这么接 要不然它容易弹起来 来吧 非得等一个四 能等到吗 三 二 一 这招接球好 不是接球 是答不对的 咱怎么说 二比二 我们实现了手绑团 零的姿勢 这已经是一种进步了 来 请球包给解释一下 耳朵位于神经末梢 毛细血管不多 供血量较少 所以获得的热量和能量也少 我们手绑团 终于实现了零的突破 太不容易了 鼓掌 来 请听最后一题 请听题 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钟表 便能耗尽时 秒针往往都会停在 哪个刻度上 这道题抢到了 是大概有预判吗 十二 六 十二吧 确定了 确定 好 一起来看结果 三 二 一 谢谢你们 帮我们排除掉了一个 排除了一个 强 听我了吗 为什么是九点 因为你没垫的时候 你这个针到九 是最难往上爬的 它是最没劲的 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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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听盛伟说的时候 真觉得他说的挺有道理 这个你相信我 这个一会儿球本都得 都得佩服我 盛伟 我不用一会儿 现在我就佩服你 用四个字就能形容你 大一若智 确实 确实 刚才盛伟说的有道理 我觉得要不然是六 要不然是九 是不是 行 都行 我们要不然就信一次盛伟哥 这个你相信我 但是选九 我觉得唯一有一点 你们要想好 难道又会出现一个四号打 那还真有可能 试一下 我们就听一下盛伟哥 行 去吧 选九 我们来看看九 盛伟给出的答案 有可能是正确答案吗 三 二 一 可以可以可以 九 太棒了 盛伟哥 你在我心目当中的形象和地位 盛伟刚才怎么分析的 到九点 他就是电池没电了 他到九就爬不上去了 上来的谬论是对的 语言 知识 这就是知识就是力量 咱俩这一口同声排除 这个确实可以用到底 不管怎么说 周保团再得一分 所以最终 我们的首保团和挑战团 2比2占平 当然按照我们的规则 占平即可以进入到下一轮 所以欢迎你们来到第二关 巅峰对决 刚才双方都接到了两个答案球 对于我们挑战一方来讲 它的初始赛道就从第二个开始 来 现场倒计时开始 请问 常见的血型分为A型 B型 O型和什么型 AB型 邓群 请问 牙好 胃口就好 吃门门香 是哪种日常用品的经典广告词 牙膏 邓群 请问 壁虎在遇到危险情况的时候 会舍弃身体的哪个部位 尾巴尾巴 邓群 是鸡和什么食材 鱼 鱼 错误 假 错误 鹅 错误 假鱼 假 请问 马兰开花21 是哪个户外游戏的口号 特别金儿 特别金儿 啊 马兰开花21吗 哦 请问 食蚁兽和蜥蜴两种动物 都是靠身体的哪个器官来进行捕食呢 不不不不不 额头 鹅头 邓群 真确 不用吐出来 好 这种 请问 《影乐大典》是中国哪个朝代的著作 这是《影乐大典》 清清淡 错误 您一场 哦 请问 科幻电影《侏罗际公园》讲的是哪种史前巨兽的故事 恐龙 邓群 请问 经典卡通形象 小黄仁最爱吃的水果是什么 香蕉 邓雪 请问 武侯瓷 杜福草堂 位于哪个城市 非议 错误 成都 请问 盐帮菜是四川省 哪个城市的特色菜肴 我给我巧克力打电话 你把电话掉 四公 四公 俩字 什么 好 错误 最后 请问 青五脏失热 世间第一苦的 是哪种有苦味的中药材 这个好难 庄里案 正确 压 请问 西游记中 猪八剑最后被封为什么使者 没事 咱就不读了 玩就糟点了 咱就 不会 敬谈使者 宋朝画家张泽端 创作了哪幅传世名画 那个什么图 宋朝的指令不是清明上河图 不是 我知道 正确 清明上河图 你真的是 你真的是 请问 说号 大黄蜂的 是德国的哪支俱乐部球队 多特蒙多 正确 我讲 一百八十秒结束 我们的挑战一方 站在了一二三四第四格 所以他们可以带走四份礼物 来 祝贺你们 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为挑战家庭 准备了哪四份礼物 本节目由王老吉特别呈现 王老吉润喉糖 清凉润喉 清新口气 另外你们还可以带走的是 干衣机 电饭锅 还有电动牙刷 祝贺你们 欢迎你们到台下就坐 欢迎回来 这里是越渣越游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本场的第三组搭档 闪亮登场 你好 李律 哎呀 又见面了 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叫金凌凌 今年三十六岁 大家好 我是金凌凌的老公 今年三十四岁 欢迎 凌凌一说自己三十六岁 我还有点不太能接受 我零七年进台 我就认识她 有十七年的时间 等于我在这个舞台上 也一路地见证着凌凌的成长 我先介绍一下 她有学活 她曾经四次打破了吉尼斯的世界纪录 现在也是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 她有个称呼叫世界第一腰 腰 腰好 猜她是什么项目 后空翻 后空翻那也不算是个项目 杂技 贴边 钻头 没那么软和 腰上战大象 呼拉圈 回答 正确 因为她说世界纪录 我就想好像以前电视里演过 就是她身上好多好多 起码得几十个 一身呼拉圈 那就帮我们的今天现场朋友们 再次回忆一下那个精彩的瞬间 我们也找上几个霍拉圈来上来互动 欢迎 这是专业的比赛服装 好漂亮 那咱们先游简到难 好不好 可以 可以在腰上 这小时候我们大家都念这个 好能控制 关键她力量是上下能来回 对 想到哪儿就能到哪儿 对 她想到哪里还可以控制的 我们从上到下都会 从下上不来了 我就把它固定在腰上 我都没办法 好 膝盖 对 我好稳 她身体的不同部位可以同时晃 是各转各的 好 我爱你 哇 厉害 哇 真棒啊 接下来邀请你们来上台一起互动一下 方哥要好 方哥来一个 可以 这个从小玩这玩到大 方哥 哇可以啊 方哥 这边的朋友 你们好吗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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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你好运营 哈哈 哈哈 上不来 哎 可以 怎么你们都会啊 我以为觉得我自己会呢 又不会啊 太惨了 来来 盛伟我看看你 我刚才没看着你了 看看盛伟 你往这边来一个 我还打 好 你了我还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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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还动得很有劲儿 我们挑战来两个胡拉串儿 好 我先来 翻铃了 一拜七 够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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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良姐姐 你晃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怎么想起海带了 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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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波飘扬 我俩可以一起试一下 来 不错 可以 这个会不会减肥 你有点厉害 你能转圈 试试六个呢 直接来六个 直接来六个 肯定不行 一步到位得了 台下那一百五十个都拿着 三 二 走 好看 可以 好看 不行了 可以 可以 厉害 现在一瞬间特别美 对 就像金琳琳最惊艳的 不是她挑战成功 创造吉尼斯记录那一刻 而是我觉得她那个二百多个 胡拉圈一打开折叠那一刻 我觉得那个造型是最美的 据说今天也带了一百 今天带了一百七十个 一百七十个胡拉圈 哇 这太多了这个 这挪起来都很高了 太多了 哎呦 这么沉的 这都放个腰上 挺重的 还好这个是二十多斤 哎呦 在我们《越战英勇》的舞台上 肯定要把最漂亮的 呈现给观众 好 哇 哎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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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散开了好看 哇 哇 哇 当声孤立 太好了 要了 耶 好好好 记着我小的时候 家里边就有一个绿色的胡拉圈 在家里面就是我晃一晃啊 我妈在家晃一晃 我也捡肚子嘛 那我想问林玲 是怎么接触的 这个胡拉圈 在90年代的时候 风靡一时 然后大街小巷 都在转胡拉圈 我小的时候吧 可能也是因为 学过舞蹈的原因 就是协调性 会稍微好一些 那个时候 还跟小朋友比拼 你看我可以脖子转 你不行吧 然后我能多转几圈这样 因为小的时候 我觉得在胡拉圈 这方面好像有 比别的小朋友 转得稍微好一点 这个小时候就是喜欢 对 那专业从事 这个胡拉圈的表演 和挑战是 也是因为阴差阳酷 就复制到习的骨头 就到杂技团了 就学的杂技 后来我就上网上去查 关于胡拉圈的 一些镜子 然后也刚好就查到 之前有一个是 白俄罗斯女孩 她是101个 是吉尼斯世界纪录 因为我那时候 只能转30个胡拉圈 我就心想 我有一天 我一定要超过它 正好吉尼斯人贯到中国来 然后去参加这个 吉尼斯挑战 那一次你的记录是 那一次是105个胡拉圈 第一次 我记得当时你还去西班牙 马六 对 那次是285个胡拉圈 在那场比赛之前 有一场演出 我就拿着285个胡拉圈 上台表演的时候 没想到那个圈 一下把我连圈 再人一下把我选到 这个下台口就搅着了 当时我就感觉 我的眼前一片漆黑 然后就听那些观众 呜呜一声 就全部站起来了 我就感觉特别尴尬 我就灰溜溜 然后拖着圈 又回到舞台中心 因为那个场地表演 还蛮有压力的 它是在一个 斗兽场里面 对 而且基本我记得四周行 都有观众 都有观众 是 所以你一个失误 可能哪个角度的人 都能看到 对 所以我就保证 在那天比赛不能有失误 我在之前 我基本上是 百分之百的成功 而且那次出去 还是代表咱们中国 因为就每个国家 选派一个选手 我觉得出去了 压力还蛮大的 对 不能给咱们 国人丢脸 所以一定要站在 这个最高的 这个领奖台上 然后我记得那天 好像是冠军 虽然成功走来 有一些艰难和苦 但是我觉得 只要是坚持了 就是能有成功 没错 可能正是有这些失误 或者失败也好 作为前提 才让这个 林烈能够激发 头身上最强的那一面 不断地刷新 打破自己的纪录 所以可能也是 那一次激励你 一定要在春晚的舞台上 创造一个新纪录 对吧 所以这280多个 到后来的305个 其实你都做到了 而且今天主角呢 还有沈剑 就以前我见林烈 都是和她爸爸在一块的 今天看到林烈 另外一个身份 这已经是为人妻了 也没给我们介绍介绍 和沈剑是怎么认识呢 我俩是 我是伴娘 她是伴老 别人的婚礼上 而且正好的是 她是主伴娘 我是主伴郎 也就其实我们在婚礼上 已经凑上一对了 但是当时我不知道 她是干嘛的 对 知道有这么个女孩 但我就没认出来 生活里面还是没太敢认 对 如果你知道她是春晚里边 那个女孩 你还会敢追她吗 那还真得想想 光芒太大了就不一定敢追了 那一次婚礼的伴郎伴娘的经历 诞生了这样的原则 特别好 今天在舞台上算是老朋友的一个叙旧了 那如果今天让你在现场找一个传承人的话 你觉得刚才我们六个人的表现 谁最有可能接替你的护拉圈 再次在春晚上创造纪录了 几位老师都更有优势吧 因为我觉得从美观上 还有我们各种情体上 我觉得都可以综合一下会更好 也就是我们五个人组一个组组 对 她不得脖子转 对 我要转五个 你转十个 我再来 我再写几个 你搁吧 关灵啊 关灵 没想到我们作为好朋友 你说出这么伤我的话 我们五个人就把我排除在外了 你都没懂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我问的是在春晚上表演护拉圈 我认为今天我看到新的捷径了 关键在这 我主持不行 你跟我上台转呼拉圈了 我们五个转不得有个D圈的吗 不得有个D圈的吗 哦 不得有 上台上我也是D圈的 对啊 对 我在D圈 我还得跟你老公好好选去 哈哈 行 这样 我帮你们拿圈 你们俩现在的任务选一组 跟你们上来PK的 那个老师怎么还无脸呢 有请无脸的盛围 走吧 欢迎双方来到你们的第一关 一触即发 欢迎我们的初题观 秋宝 请听题 奥运会男女团体竞技体操项目中 男子一共有六项 女子一共有四项 那么以下哪个选项是男女都有的项目 我听到我 女子没有调环 男子好像没有平项目 没有没有 我记得杠是都有的 不是 男子是单杠 然后女子呢 女子是高低杠 哦 安玛 有没有女子这样撑在上面做那动作的印象 没看见 好像没有那个印象 你们行不行 我们已经有答案了 我们已经盘算出来了 跳马 跳马 确定了 我相信你老公 加油 请准备 三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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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dpow 一 一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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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一 葚 一個 一 妖怪们计划着 吃唐僧肉的烹调方法 有很多种 请问以下哪种方法 没有在西游记中提起过 不好意思 这我谈又调了 蒸煮烤炸煎 我们也来考验一下摸西好吧 来 三二一 煎 完事了 我告诉你为啥 你没听说过要唐僧翻面的 没有煎 来吧我来吧 我要挑战一下自己 好那监视错误答案吗 三二一 回了吧 已经帮你们排除掉一个错误的了 那是啥呢 烤没有烤吧 那会儿也没有烧烤的概念吧 来烤是正确答案吗 三二一 是不是 你咋又让他去接了呢 但是我觉得我只有混来圈行 别的可能不太行 太遗憾了 没接到球 来 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答案 西游记中 妖怪们唯独没有提及 以烤的方式去烹调糖分肉 有百分之六十的妖怪 采用的是蒸的方式 因为吴承恩老爷子 生于淮安府山阳县 清蒸是淮阳菜的主要烹调方式之一 而且吴承恩老爷子也知道 就蒸最能够保持肉质的鲜肥 营养价值很高 这小题没有接到球 所以双方都不能加分 请听下一题 在水果界中有两种水果 因为一起食用 凉热互补 被称为出妻果 请问这一下哪两种水果 这么快抢了他们 山谷和榴莲 为什么 因为我爱吃 好简单 好直接的理由 我好爱 你爱吃 那选你爱吃了吗 我怎么感觉杨曼哥 这个表情 我感觉好答错了呢 说得好像你很懂我的微表情 请准备 三 三 二 一 哇 接到了 还得是你啊 大屏了 你早上现在是几了 三比零 三比零 这我也会 这没想着啊 他给出的答案特别的精精 因为这个榴莲是水果什么 枝王 山竹是水果火候 你跑这拍一段 来 秋宝给解释一下 两种水果虽然都产于热带地区 但是他们的个性却完全相反 一热 一寒 可以有效互补 当地人叫他们夫妻果 那我们为挑战方 淋淋 夫妻俩加上一分 对 请听下一题 下一道题 跟盛伟有关系 啊 啊 羊驼作为新星的猛虫被很多人喜爱 哈哈哈哈 那么请问 他是以下哪种动物被驯化的后代 哎呀 真没想到 别的不敢说 我觉得 首先可以排除掉两个吧 骆子跟鸵鸟肯定不是 对啊 如果是鸵鸟的话 都已经跨种族了 骆马的头跟上 你确定 我不确定 骆马是啥 骆马不会是骆驼跟马的吧 不是 骆马对 你相信我 是吗 对 肯定不对 信 请 准备 3 2 1 对了 啊 他刚刚信实在那时候肯定是圆驼 他说你看 羊驼圆驼 这骆马跟羊没关系 羊驼跟羊也没关系 他骑马这些里边 圆驼占了个驼 其实你看他的那个脸型 那个落马跟现在的羊驼的脸 更像一点 对 来 求宝给我们介绍一下他 羊驼的驯养历史 可追溯到 约6000年前 21世纪科研人员 对羊驼进行基因分析后 证实了羊驼是落马的后代 好 我们给挑战一方再加一分 看来只副第一关不太可能了 未来 有越满了 有越满了 未来 来 请听第五题 汉朝之前 人们拜祭月神 会把月饼作为贡品 当时称月饼为小饼或公饼 请问月饼一词由来 和以下哪个选项的古人有关 岳飞 还有月 是那个月吗 他后来为了尊敬岳飞 他就把那个月给换成月了 你去接一下 你给他接上 我觉得你之前啊 每一次都是盯那个孔 看得不够准 我觉得你前后还是要再准一点 对 仔细看一看 对 看见了吗 礼拜有球吗 有 好 请准备 三 二 一 哪有球他也不掉下来啊 然后还纯纯就是让你看一眼 起码看见球了 就跟中秋节看见月亮了是吧 一般打对了 舒适很有可能 因为是 没有因为猜的 要是我的话我就占礼拜 因为你不管这回你选什么 他都落球 你就要占一个 都能接到的位置 还真建议上了 对 没有 苏氏吧 我替我老同德吧 他定你的 苏氏是正确答案吗 请准备 三 二 一 杨贵妃 差一点 差一点点 差一点 相传唐朝天宝初年 唐玄宗在与杨贵妃赏月时 觉得胡饼这个名字不太雅致 而杨贵妃观察到月饼形状 与月亮相似 于是提议将胡饼改为月饼 而这个名称逐渐在民间流传开来 哦 所以五道题过后 我们挑战一方 2比1领先 祝贺你们 来到了第二关 颠峰对决 180秒倒计时开始 请问五大三粗中 三粗指的是脖子粗 腰粗和哪里粗 腿粗 正确 请问西游记中 红孩儿他妈妈是谁 铁山公主 正确 请问清朝皇帝的儿子 都被称为什么 龙 错误 按 请问 在中国象棋中 只能搜田字的是哪没棋子 像 正确 请问西游记中 孙悟空在路过哪个地方的时候 收复了沙河上 女巫沙河 凤雪 请问 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 书法作品是什么 行书 你来 不知道 蓝平序 地球自转的方向是什么 顺时针 错误 自西向东 什么问题 顺时针和逆时针 请问 神话传说 八星过海中 张国老造奇的是哪种动物 鱼 正确 请问 潜水艇在水下依靠哪种设备来搜寻前方的障碍物 雷达 错误 深啊 好深啊 请问 西沙群等 位于我国哪片海上 嗯 那个 三沙 那个 哪片海上 哪海 正确 请问 一度电的度 是指物理学上的哪个单位 物理学上的哪个单位 千瓦石 请问 仙人掌的真型叶子是为了在沙漠中减少哪种物质的流失 水 正确 请问 北宋时期取代了标板印刷的是哪种印刷术 脖子印刷 正确 请问 心脏通过哪种血管脑血回心 心脑血管 错误 请问 请问 武侠电视剧里高手过招 胜利者为了表示礼貌 通常会说哪两个字 承让 正确 请问 残宝宝的主要食物是哪种树叶 脏叶 正确 请问 蛇打七寸 七寸指的是蛇的哪个器官 胆 错误 心脏 请问 得胶是用哪种动物的皮熬至 鱼 正确 好 时间到 虽然只有一份礼物 但是我们要看看啊 今天越战越用 为你们准备的礼物是什么 我们要为夫妻俩准备一份吸尘器 当然 鉴于我们守宝团在此回合 尤其是第二轮巅峰对决当中的精彩表现 我觉得正式宣布 我们盛伟老师就是我们守宝团的军师 今天在现场获得了一份神秘大奖 因为你说话挺废嘴的 送了一个王老吉润润 好体贴啊 清凉润润润 怎么都不是送一盒啊 他那水平就被得一颗 之前来节目当中都需要两两配合吗 选生活当中最默契的搭档 但我觉得好像真的没人能和夫妻去比 所以也欢迎更多的好搭档 来到我们的舞台上进行挑战 尤其是夫妻搭档 感谢生命中有你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越斋越勇 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